穿上爱心导户工作背心 拿着指挥杆走到马路中间指挥交通 协助松山国小的家长和小朋友安全过马路 这是南港区育成里里长黄聪志 27年来的日常 里长说84年开始就加入松山国小的交通导户工作 并进一步成立交通导户志工队的组织 当时一天指挥三班 要站在马路中间挡车 要经过一交大队的受训 民国84年了 84年开始进到松山国小 因为我的大女儿在学校念书 然后进到家长会里面去服务 那时候有交通导户 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很正式的组织 就是人也不是很多 当刚进去就有参加交通导户之后 那个是所谓导户是站在校门口 在校门口站在马路中间去指挥交通 我们的工作是这样 不是说拿着横杆或是指挥的旗 让指挥小朋友过马路并不是 站在马路当中 挡车 红灯的挡车 然后指挥 指挥我们的其他导户的队员 的团队就把交通杆放下来 让小朋友安安全的过马路 这个也是要训练过了 所以我们是后来有去 一交大队去受训过 受训过才可以来站在马路当中 来指挥交通 这个民国84年开始 不过在民国86年 86年我在松山国小 去接任家长会长 那一年开始 就正式有个交通导户志工队的组织 还有一个校内的 我们叫爱心服务队的组织 那交通导户队的组织 必须要指挥交通 那在学校周边 所有的路口 我们必须要布建 布建我们的志工 完全是志工 在各路口去指挥交通 那在校门口 松山国小的校门口 是要布建最多的 所以在那个地方 每天的小学生 有的十二点下课 一二三年级十二点下课 有的是四点下课 有的早上上课 大概七点钟上课以前 所以之前 以前的交通导户 都要站三班 早上站一班 七点钟站一班 然后中午要赶回来 要指挥小朋友 中午放学的小朋友 低年级的小朋友 要指挥交通 然后四点钟 全体的中高年级放学 要来指挥 指挥交通 所以我记得 民伙86年 当任家长会长 每天的任务 我是每天 每天要回来指挥三班 那时候觉得说 交通导户队 队员不是很多 就想以身作则 自己先来 当任交通导户队员 然后可以 让我们的家长 来接送小朋友的人 他们也会跟着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那果然是有受到一些效果 我曾经在指挥交通的时候 还被邻居打开 二楼的邻居 校门口的邻居打开窗户 破口大骂说 你的哨子都吹得比别人大声 他还在睡觉 有这种事情 那用车人 机车 他们赶着上班 有时候会冲 会冲过那个 我们的交通导户感 会冲 那个我们就要很小心 很小心 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 有点折冲 他们觉得赶时间 我们是为了小朋友的 为了小朋友的安全 刚开始我们也是理直气壮 后来想一想 应该算了 人家赶时间 里长说 当年穿梭于交通导户 和工作地之间 每天相当忙碌 但神奇的是 他内心却也感受到 各种福报来到 让他很感恩 我回想民国86年 我是做贸易的 那一年我生意最好 最好 但是我同时 每天都要只会散办的交通 所以要跑工厂的时候 都必须要只会完交通 才到工厂去 跟工厂老板去 去讨论一些出货的事情 那个工厂老板就 有一次就很不太高兴 说我每次你来 都是四五点才到 后来跟他讲 我必须要只会完四点 小朋友放学的时候 才可以过来工厂 这边跟你讨论 我在云南是如此 后来这个老板很好笑 他说 每次打电话到工资 要找我 然后我就说 黄先生就在学校当志工 后来老板竟然说 叫你黄先生 把办公室搬到学校去好了 从来没有找到人过 但是我这种很微妙 很微妙的现在分享 那一年每天交通打务 只会三班 都不缺席的 然后还有学校要讲故事 每天每天在学校讲故事 讲给小朋友听 陪小朋友打球 每天在学校活动 结果我那年生意是最好的 那年生意是最好的 这很微妙 还有在 本来我是只有两个小朋友 本来还想在 因为我是独生 想生第三个 可是一直都没办法 没办法有这个机会 在我太太再怀孕 结果在担任家长会长 那一年 可能老天看我这么喜欢小朋友 后来我太太接连 又生了两个弟弟 所以我现在有四个小朋友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人生的 很微妙的一个报偿跟一个回报 所以说当志工 真的是很没有一桩事情 因为民国86年自己创办 交通导物资工队 有一种 那种归属感是不言可遇 因为自己创办的团队 包括我们的后来 一些爱心的服务队也都一样 现在那个年代的志工 都还有联络 所以一直觉得这个应该自己继续来服务 所以虽然孩子都毕业了 现在也在社会上担任里长工作 觉得收担国也是我们的社区 还在回到社区继续来服务 在有一种不离不弃 继续还在这个团队里面 自我期许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 还会回到学校 校门口 在指挥我们的小朋友安全上下学 这个到现在算起来 应该27年了吧 27年了 是27个年头了 虽然孩子早已毕业长大成人 但里长每周三还是风雨无阻的 到松山国小指挥交通 担任交通导户 里长说当志工真的很快乐 他将持续服务下去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